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移苗,就是我们把买来的苗移到我们地里去 好像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很容易犯错误 我们一旦犯了错误以后呢,就让我们这个幼苗呢,有先天不足 然后生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为什么会影响到后边的生长 我们知道作物生长,它经过这样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从一颗种子,然后它苏醒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它主要的要求是温度,湿度,还有空气 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如果是育苗或者是放在土里 那么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冒起一类的,也就是护根一类的这些土壤 在它的周围,这样能保证空气和湿度就行了 第二个阶段呢,它就开始长根 那么在这个长根的过程当中,它就会破土 那么这个时间呢,大约是三周左右,三到四周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抗病性和这个适应能力就特别强 因为它本身具有这个胚胎带来的一些抗体 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就是适应性特别强 因为它的根部比较小,主要的是发展根部 那么它也破土,开始长业 那么长几个业 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移栽的最佳时机 如果我们移苗移的太晚 那么就进入了一个下一个疯狂生长的时期 如果这个时候你在移苗或者是动根的话 都可能影响到它将来的生长 所以说我们要移植的时候呢 就是只有在这个阿根以后 没有进入迅速膨胀生长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移植才是最佳的时间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天 好的时间来移植,移到地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傍晚或者是雨天的时候 我们才移苗移到地里面 因为我们无论怎么小心操作 它的根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经过一夜或者是多云下雨的时间 那么没有剧烈的太阳的暴晒 那么这个小苗呢,就会利用这个时间来恢复一下 修复一下受伤的根部 适应一下新的土壤和地温 那么下一步就是操作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要挖个小洞 那么这个洞呢,我们要加点底土 选择一个树,然后用手指在底下往上推 然后把它横过来 一定要横过来 这样让这个底土呢,根的土不会受散落 你看这个根呢,它都已经就是长满了 然后没有散落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到这个小洞里 小坑里 然后我们再加上土壤 再加上培土 再培上土 稍微的 按一下 然后增加 press一下 再加上点底土 然后轻轻地 按一下 周围轻轻地按一下 让它更实诚一些 然后我们再浇上水 就可以了 那么注意浇水的时候不要出苗 要把这个水用 从旁边把它印过去 印到周围的 土壤 然后这个周围土壤呢 有的时候它会 往下沉一下 这个时候你 如果要是沉下去的土壤以后 这个时候 你还需要 再加一点培土 这样让更多的土 这样让更多的土在它的周围 最后一步就是保护移栽后的 幼苗不被太阳爆晒 或者是不被虫子咬断 如果第二天太阳特别毒 那么你最好是用一个花盆 倒过来 在中午的时候 遮盖一下 如果你是摘的黄瓜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的 非常润的小苗 这个时候呢 往往会有一些肉虫 或者别的一些小的虫害 过来把你的这个 苗会咬断它 那么最好是你用一个塑料瓶底部剪下来 然后扣上去来保护一下 那么我们有一个视频 有关怎么保护幼苗的视频 那么欢迎大家去观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